话不多说叫咱们来唠唠中国的空间站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次咱们中国的空间站是配为了机械臂的 虽然呢是扬过模式 但是咱们目前的使用呢是相当没有问题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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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外国的网友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机械臂之后 就感叹了中国空间站的机械臂 释放一个模块 然后切换到另一个模块的想法 那真是革命圣地 中国要比他们想象的先进的多 这太让人兴奋了 有这个夸张的就有那个阴阳快气的 就说了这种技术加拿大和俄罗斯早就有了 咱们中国网友那是从来不惯他们这些凑毛的 直接来了一段生动细致的发布 大致意思就是说 加拿大的机械臂就只能在安装在一节空间站层壁上使用 而中国的机械臂可以随意爬行到其他的航臂 其他的锚点上 真正的实现了爬行 就中国机械臂的长度 是加拿大机械臂的两倍甚至三倍 除了这些个理智大佬的分析讲解 还有简单粗暴的网友 加拿大的机械臂就是一本狗死 好嘛 简单的最臭极致的享受 咱们就说了 什么叫创新 你还得看咱们中国 有网友就说了 如果人类能达到新晋民航的技术水平 那一定要感谢中国 我喜欢所有有关天空空间站的新闻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惊人成就 就这次咱们中国的空间站的机械臂 除了可以爬行 还可以抓取几十吨的重物 甚至可以完成精细的拧螺丝的工作 通过安装机械臂关节上的摄像头 人们就可以仔细地检查空间站外部 是否有故障和破损 同时更换或者维修相应的零部件 在航天员出舱工作的时候 机械臂就能更快地运送人员 并且配合航天员完成太空行走任务 粗又抓重物 轻能装摄像头 如果要是能整个大剪刀的话 那不得像电眼里一样 轻松地把美国的太阳能板给正美的 不得不说 美国的预言这方面那是相当地准 我真觉得现在中国这是拉个屎 美国呢都得寻思 里面是不是得有核武器 美国人他是真的慌得不行呀 以后他们在美国往天上发射一个 咱们就剪一个 在过去科幻电影的想法总是能超越现实 但是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机械臂 能在航壁上爬行这事 电眼里它都没有出现过 而我们中国真的做到 而且国际空间站的加拿大机械臂 到现在为止还做不到自动化 而中国的机械臂不仅操作简单 能在空间站和地面控制中心 直接进行操作之外 同时还能按照程序设定 自主完成一些动作 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航天员的工作强度 这是加拿大机械臂的操控台 再看咱们中国的机械臂操控台 这复杂的动作任务 操作上简单 功能上还比国际空间量的多 有外国网友就说了 中国在太空方面的成就 就是五千年光辉历史和文明的见证 我确信中国最终会领导太空事业 让美国人黯然失色 中国加油 说的真好 就让中国不仅仅在太空上了不起 在高铁 高速公路 桥梁 武器 通讯 科技 基础交易和电子技术 甚至是咱们的餐馆和旅游景点 那都是和世界上任何的发达国家一样 老外没来过中国旅游 那真是这辈子的遗憾 我相信像电影里的那样 咱们都会慢慢实现 像什么中美互拆基地 最后只能跑到俄罗斯的基地借宿的场景 没准未来也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相信 到了那一天也一定是咱们中国捡他们美国的 他美国的航天科技和咱们根本比不了 长江后浪退浅浪 美国老搁浅在沙坛上 最后呢 送给美国一句话 我们下期再见